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这样说了 我们走了整个大湾居 又享受到这个是物业的价值的增长 但是在這分鐘的蠟燭點 怎麼去再投資這個核心城市呢 其實一般的香港朋友 或者我們新入手的朋友 其實都很難去再追的 沒得追的 因為當地人都住著 阿John 當地人都住著 是說600萬起標至1000萬 我想買一些核心一點的城市 但是如果你買一些100萬都不到的話 那些要等20年 又沒有租收 那你怎麼去 那資金是成本來的 那不是跟它殘方地老的 怎麼等到它升呢 那又是出現了 你的意思是說 又不是不能買 只不過說 選擇性的問題 本地人他們買的600萬 但是反而很奇怪地 我們香港人 就不會跟他們欠那些600萬、1000萬那些 我們就選那些 八幾萬那些 八幾萬那些 香港人選的就是八幾萬 但內地人就是600萬 七千萬那些 是啊 就是這樣奇怪的地方 其實這次整個旅程 其實都帶了深度 去跟大家分析整個環境 其實我們都這麼說 我們就算投資 我們選擇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看一些物業 很不同的選擇 我們都是很多選擇的 那除了住宅 還有些什麼其他呢 我們看到現在他們的市場的氛圍 車位的市場的氛圍 都非常之有當地的需求 還是恩賜的 所以我們都是帶一些朋友 都是去這個版塊 除了樓之外 車位的市場的需求 因為這樣其實都是屬於資產來的 都是屬於物業來的 還有呢有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他興之產就是興到你 興到連裝修費都不用 租客非常之好 很容易打來 那形成了他需要交租 你不交租 我就通知管理處不讓你進去 那他就很準時交租 沒有那種呢 又弄難你家屍 我租的單位出去 我又要裝修 收回來又要重整 又要管理費 跟著我又不知道你賣租又怎麼樣 追你又不知道怎麼追 那很方便 那車位就只是打電話去管理處 跟管理處說 那個車牌還沒交租 停一停 他進不了了 他的生活就是影響的了 所以不會有不準時交租 你的意思就是 假設我們香港人 這麼喜歡買這100萬的 又不是600萬又不是1000萬的 那不如我們再找一些輕資產的東西 車位反而是符合香港人 現在的投資心態 香港人投資心態 我們想100萬 那一百萬 那一百萬 樓一百萬的話 反而大陸人都不追 那如果我們一百萬做了些什麼 香港人反而說 其實一百萬都做到事 香港人做到事 如果你說一百萬 看樓的價值 要按樓的價值 如果一百萬 我剛才所說一千元 那如果是 我如果分開大約是三個車位計 我大約是三個車位三十萬 三十多萬左右 那我收的租大約是千八至二千元的話 那我就已經等同樓的價值二百萬 那你就用二百萬的房子 其實你租都未必會租到兩千元 嗯 這個會是一個 還要找一個好的客人 你還要擔心受怕 要拿去良文正經 你弄難的傢俱 因為為什麼你的二百萬的房子 你沒有裝修 那你又擔心受怕 那又要給用金 那所以一年前那種後續 所以靈刺到香港朋友 很多時候 其實他們熱衷於那種 那種賣樓的感覺 但是他又未去到要打理 你還未想過去打理 那這個就形成了 不過我們就為什麼 可以成為香港人另類的一個投資的選擇 譬如說 除了買樓之外的一個選擇 絕對是好選擇 反而我們香港人 我們接觸全世界 我們去到哪裏 我們做資產配置 容易管理 容易打理 完全是我們講的是 五年做一個基準 五年之後 他們每個都醒覺 每個都要交租 每個都追回那些車位 那就可以賣給他們 你可以長期持有 那這個華氏庭在你那裏 我們講的靈活性很大 是吧?靈活性很大 是吧? 所以來講我又覺得 帶大家去看這麼多城市 回頭我們去看九家二大灣區 我們都去看到 就是我們這樣看樓 看樓 我們就容易去做一個分析 去一個評價 我們做什麼好些 選什麼好些 就是有數據 有各方面的東西可以給我們 所以有時候來講 我們投資是多角度 要用多角度的思維 我們好像時間都超了標 因為我們去六個地方 沒辦法了 一個小時裏面去六個地方 反正上播得片來 講不到話 不要緊 如果有個朋友 我們都可以看回我們那個 Facebook 和Youtube裏面 我們會分析的 會重播的 那就不用一次過看這麼久 你可以錄集慢慢 逐段逐段 睡不著覺的時候可以看 可以了解多些 沒錯 我們在投資角度方面 就更加能夠充實 沒錯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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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直接到此為止 OK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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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最精明 輕資產投資大灣區 想了解國內車位政策 或哪個地區 哪個項目 最值得投資 歡迎聯絡我們 或上來 尖沙咀新東海 一樓109A